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超商監視器拍下 凌晨2點多 這名男子到裡頭 看起來是找東西 還叫店員來幫忙 走來走去逗留好久 最後買了一件內衣 因為他偷了一條傳輸線 買內衣只是眼人耳目 偷了一個傳輸線 然後那時候 怕引起店員注意 所以才又 以買內衣來掩護他 結果凌晨剛偷 下午又回到 這家店也太大膽了 原來這個小偷超有心機 回到店家把內衣退貨 順便打探消息 看店員有沒有發現 東西被偷 自以為天衣無縫的計畫 結果超商盤點發現失竊 掉月監視器 找到竊賊騎的機車 半夜的時候來買東西 然後下午又來還東西 車子是跟他朋友借的 所以我們就請他的朋友 到案說明之後 朋友他來指證說 這個車子是借這個 無姓竊賢 原來竊賊是跟朋友借機車 還敢騎去偷竊 不久就被警察給逮到 他坦承偷傳輸線 是要自己用 但偷東西又買東西掩護 還回到犯案現場 心機詭異的模樣 在監視器裡一目了然 自以為聰明 還是得認栽 記者金博士高雄報導 有關 在這裏 都在 這裏